第二件事是我自己本身的经历 自己跟着心灵法门的大约四年左右 当中确实亲生性体验不少不可思议的事情 尤其在事业方面 最近我帮忙打理家族的生意已有七年 当时的我仍在腹中不惜腹 没好好地调整心态和行为 就在毫无居安思维的意识里 生意在四年前开始走下坡 生意营业额一年不如一年 生意现金周转变得越来越紧 记得大约在去年三月 公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 几项银行贷款倒计都没能及时攤还 供应商扩款倒计 生意营业额急错 当时的我 我们真的很无助 忧心忡忡 有好几晚未能平均入税 经过生思熟悦 我打算把手中的一套房子卖掉 套现偿还债务 转眼之间过了半年 房子还没能卖出 心情很繁重 很苦恼 就在那一刻我又想起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光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于是我就跑到佛台前 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许愿希望南部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帮助我能尽快把旧的房子 以合理的价格尽快卖掉 如果成功卖出的话 我必定会在我能力范围内做更多的功德 与广大佛友及同学们一起分享 发喜及介绍心理法门给更多的有缘的众生 这就是我今天站在台上的原因 除了许愿 我还坚持天天念经做功课 每经纪坚持念中两三张小房子 给自己的腰精神 每个月坚持到财市场买鱼放生 到了8月中去年 一位地产经纪打电话给我 告诉有位律师同意以现金 cash买下我那套旧房子 你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经济不景气 押卖房子不容易 还找到一个cash buyer 真的不容易 这下好像是真的是雪中送他的 因了卢团长常与我们说的话 信者不疑 疑者必不信 信则灵 不信则无 信指的是真信 卢团长也正提到 佛友慈悲不及观音 观星菩萨真的是大慈大悲观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代表 谢谢大家 海密西亚台前 简单的说几句 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是 三个字 首先要真信 相信观星菩萨一定一定会保佑我们 相信观星菩萨的存在 第二就是愿 愿力 必须要发愿 第三 除了发愿 许愿之外 还必须要 以行动的 去 要以行动的去做 不要只是说 要以行动的去做 这三个东西 信 愿 行 这是最好的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去苦救难关系菩萨保佑 感恩大师大悲 去苦救难恩师 如如台长指导 感恩南无大师大悲 去苦救难处为菩萨 农天护法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